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同比實際下降了23.7% 為了應對這個嚴重的局面 中國各地政府從3月份起 就開始向居民發放消費券 據中國經營報截至目前估計 大約有40個地區發放消費券 杭州、南京和鄭州等城市 發放上億元人民幣 另外,武漢也發放2,000萬元人民幣的消費券 消費券規則是指定商家消費 採滿點折扣 例如,杭州發三張消費券 滿300元就減45元 滿200元就減35元 滿100元就減20元各一張 有些不划算 但是,杭州居民斥衛民 就對這種消費券很反感 他說,不合算 因為被捆綁著 本來不一定要買這件事 除了湊夠那個數目 然後就買 後來我都不要了 都不搶了 有網友建議政府提供 類似雙11的促銷活動更加實惠 有人批評說 將消費券和特定商家捆綁 成為變向的利益輸送 還有商家在活動時已經提高了售價 令消費者享受不到真正的折扣 網民Nothing can do 說 政府發兩千萬元文化旅遊消費券 一去簽罰指景點 收費的人說 我們不收這個 結果都是微信數碼自己給的錢 公平公正性也質疑 此外消費券發放的公正公平性 受到廣泛的關注 甚至質疑 深圳居民萬省說 一區就幾千萬 隨機發個幾十元的 能夠拿到的人 也是很少的一部分 不一定能夠幫到那些需要的人 另外消費券需要通過支付寶 微信等渠道 隨機發放電子券 手機用戶必須眼明手快 先到先得 如果搶不贏人 可能就享受不到這份福利 搶 每個人搶50塊 150秒 瞬間就搶完了 到底誰搶走了 這是一個炒舵 我感覺就跟那個小米手機 讓大家搶5塊錢一台一樣 它只是放出來1萬台 但實際上 最後9900台 都是它們背後 你根本就點不出來 就是逗你玩呢 據中國澎湃新聞網報導 在4月3日 杭州發放第三批150萬份 共1.5億元消費券 不過不到3分鐘 就全部搶領元筆 杭州居民斥衛民 非常不認可這種搶消費券的方式 他說 其實這些是很不人道的 你既然要發 就發到每個人的支付寶裡就可以了 但他用一種搶的形式 現在這樣就在一些電視劇裡面 那些暴發戶、土豪、散錢 然後叫窮人在下面搶 一樣這樣的感覺 這些消費券是否照顧到受疫情影響較重的低收入階層 也引來質疑 據澎湃網報導 目前只有銀川、青島、南京、杭州、鄭州等五地的消費券 有針對貧困群體的措施 目前美國3月底已經通過法案 對年薪少於7.5萬美元的民眾 每人發放1,200美元 每名兒童可以獲得500美元 日本則將對有生計困難的家庭 每戶發放30萬日元的補貼 公務員和企業高層除外 西方國家救助弱勢社群的方法 顯然與中共大為不同 在通過法案上 成功的強調 增長 成功的能量 遭遇到 成功的情緒 你落不着 成功的原因 成功